就是再把它由array list把它强制把它转型为array 那这个array后面的话呢 因为我要丢给前面的这个b去接 这个它integer 然后它的总长度为9 也就是说我要能够把它放进去的话 那这个地方特别注意就是 我这个地方可以用list.toarray 先把它转成正列 但是呢里面的size你必须要指定 也就是说里面的话因为我这边长度是9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特别注意就是后面要new一个什么 indeger然后呢把这个size给 就是说我new一个等于我要放这个正列的话呢 必须重新再产生一个正列 然后呢里面的大小的话重新再赋予 就是它的list.size 那再来的话就是把这个地方重新再跑一下 跑完之后的话如果判断就是不等于如果说whyle这地方 如果这些条件就是要完全加起来的条件必须怎么样呢 要符合的话如果不符合就自己去跑了 如果符合的话呢那就把结果秀出来 所以这里的话当然程式可以从这么一串节省成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呢我们是用一个release 然后呢比较重要的是这个打散 这个地方的话如果将来你要把一个正列里面数字乱排的话 其实就可以用这个方式 这个方式非常简单 你会发现的比那个前面的我们重新再产生一个乱数 然后重新再跑回圈其实会简单太多了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我想各位可以再思考一下 release 然后多一个 这叫corrections 电 这个有个software 然后把这个list放进来就可以了 然后再把它转型 这个地方转型比较特别是这个 要把它图array 把它转成这个正列 等一下会把这个范例再给各位参考 这个是前面我们讲到的那个 这个这个和洛之术的一个改写 所以也就是说呢 前面只要有一个正列要需要重新打散 重新排列的话 那其实都是用刚刚的这个范例